假如使用者要登入帳號 會有個帳號密碼 登入帳號之後的話 這個網頁丟過去 另外一個網頁要能夠接收的到 不能Lost掉 那要怎麼樣 可以幫我把我要的訊息 傳遞到另外一個網頁 這邊有一個demo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在那個根木屋裡面 建一個叫PHP底線 Fone1.htm 那在這邊產生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 潛通的表單 不一定是要PHP 你可以是一個htm 它就是一個網頁 很簡單的網頁 差別是說這裡面會有一個表單 那當這個表單 按下送出資料的時候 會丟給一個PHP幫我接收 那傳遞的方式 表單的傳遞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Gate 一種叫Pose Gate 一個叫Pose 兩者有什麼差別 如果有寫過網頁 寫過動態網頁技術應該都知道 這個無論是在哪個P 反正是PHP AHP 反正都一樣 如果是Gate的話 它會透過什麼 UIL 傳遞參數 這個叫Gate 它這邊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ID等於什麼什麼 有沒有 就是你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什麼 這種方式叫做Gate 那什麼叫Pose呢 按下送出 上面不會顯示 那叫Pose 應該有概念吧 因為你們看很多網頁上面都有問號什麼 那 顧名思義 應該可以猜得到 Gate的話 它的安全性怎麼樣 比較差吧 對不對 因為你帳號密碼不可能一個問號 問號 ID等於什麼 AND 帳號等於什麼 那這樣不就被人家知道了 所以通常帳號密碼一定是用Pose的方式傳遞 那如果說一般像什麼網頁 比如說你是買東西好了 你可以發現那個上面都一定問號 哪一個商品 等於什麼什麼 會有一串的東西 我們來試一下 有個看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 假設我今天 輸入一個什麼AA好了 按下送出 那我需要給另外一個PHP接收到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就傳給誰 傳給剛剛是點HTM 有沒有 現在是點什麼 點PHP 那他怎麼接收到這個訊息呢 一個問號 有沒有 這個用Gate方式 UserName 等於後面東西 那他再把它傳遞給這裡 就完成這個練習 所以這個練習裡面 有兩個網頁 一個網頁是點HTM 一個網頁是點PHP OK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 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那文件類型不用改啦 那如果你將來呢 是要用那個J-Q Mobile 用那個什麼 手機的話是HTML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用預設 按個建立就可以了 建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請你在這邊 他預設是 這個東西是空的啦 就是表單到表單之間 這個地方 是沒有東西的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做這個東西 做這個表單的話 必須在Body 跟Body之間 Enter一下 把Phone跟Phone 把它做上去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 從哪裡來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你們先參考這邊一下 Phone到Phone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總不可能說每次都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你複製貼上吧 如果你要做個表單 那你也不一定要從這邊 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直接從第一步 請你把你的原來的什麼呢 模式 我忘記哪個 原來好像是另外一個模式 我習慣 原來好像是設計師吧 一般習慣是把它改成什麼 傳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傳統的好處 上面呢 會有一些面板 這個面板 跟舊的版本 完全吻合 一模一樣 你就不用重新學習了 所以如果你以前 當然有用過Dreamweaver的話 你就可以很快的習慣 那裡面的話一定會有個什麼 表單的那個面板 那表單裡面就會有這個 你就可以知道 完全 就有點像圖形畫介面自己來做 比如說我今天 第一個請你把它改成傳統 第二個的話 建議你把它改成分割好了 分割 OK 設計的話是完全沒有程式 一 我建議用分割 然後做什麼呢 第一個 先放一個 我們要做的東西是先放一個表單 對不對 然後插入一個表單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表單出現了 這個表單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插入一個表單之後 下面會有一個動作 動作是誰要去做這件事情 什麼是呢 接收參數這件事情 那就是誰 就是那個 PHP的那個 我們是丟給他 丟給誰 丟給這一個 所以將來記得 這個名稱有沒有 要一模 PHP底線Fone1.php 的這個網頁 去幫我去做接收的這個動作 那方法用什麼 用 GET 如果你用POSE 上面不會出現 那個問號 我們用 GET 那你會發現 你做完之後呢 它其實已經幫你做完了 大部分的東西了 再來要放什麼呢 放一個那個 請輸入什麼什麼姓名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我看請 這邊的話你就直接自己輸入 請輸入姓名 那後面要接什麼呢 接一個文字欄位嘛 它在哪裡呢 在上面 EA嘛 第一個是表單 第二個點下去 然後它的ID 叫username 或者你直接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點它 點這個有沒有 你知道 裡面的話會有個叫 name 其實主要是這個name 好像我記得ID 可以把它拿掉 我們主要是抓它的name 那ID把它拿掉 ID OK 那就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改成叫username 好了 特別注意 這樣來抓就抓這個名稱 再來就送出 送出需要一個什麼按鈕 按鈕按下去 這邊一樣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等於是它就是3min 有沒有 它的這個一定是個3min 然後按一下它 它就怎麼樣 幫我送出了 就做完了 第一個介面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最後呢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 或者直接存檔 名稱就是什麼 PHP底線 Fone1 記得喔 表單的話我們用htm好了 第二個是我們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裡面放什麼 要能夠抓到使用者傳遞過來的那個參數的話 那主要記得一定要是PHP的程式 這個應該跟剛剛是一樣的 Echo什麼 輸入的姓名為 這個是第一個 那個 那如何去抓到它給我的參數 非常簡單 一個 用get的型態 有沒有 get 然後後面記得喔 一定是中瓜湖 裡面給什麼 給這個username 特別之外 這個username 請你務必跟什麼一樣呢 跟前面的這個名稱要一模一樣 差一個字都不行 像之前有同學就是 好像多打一個字 少打一個字 兩邊不能match 奇怪我丟過去 明明有丟 為什麼接不到 那通常是什麼 兩個名稱沒有match 如果兩邊都match的話 你就直接 直接send過去 應該就ok了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做有問題的話 最後就是 再把它 什麼呢 預覽 這邊有一個 預覽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點擊 然後看 建議是用在Chrome裡面預覽 就會跳出我剛剛那個畫面 那你如果要預覽的話 記得一定要從表單這邊預覽 你不要說直接從這邊 這邊直接執行一定是抓不到東西 因為還沒有東西丟給你 你怎麼有東西秀 一定是空的 所以在這邊 然後怎麼樣 把它 預覽於Chrome 把它儲存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就跳出來 那你就輸入一些東西 它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應該沒問題吧 那如果你程式有一點點做不出來 各位可以參考哪裡呢 參考表單練習裡面的這一段 把它複製 貼到body跟body中間就有了 這一段 是PHP的程式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等於是PHP的第一個重要範例 這樣的話 你就懂得如何去傳遞一些參數 由另外一個PHP去接收 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說真的 無論是什麼P 它的邏輯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前面一定是個網頁 後面接的 如果你是ASP的話 反正也是一樣 也是看是get 反正你就把它get過 只是說那個語法 稍微不同 觀念都一模一樣 然後今天我想就get 時間也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的話 就會再來講POSE POSE就看不到上面的東西了 那這安全性就會比較好 所以以前我看我印象 我很久以前發現 就是我看半天那個書裡面 他講什麼GET POSE 我看好久 他寫得很理論 我看半天 我根本搞不懂是在講什麼 後來實作過之後就知道了 講白話的就是 GET比較不安全 所以你那個資料傳送的時候 比較沒有安全性的時候 那用GET就好了 那如果說有安全性就用POSE 另外如果你要傳大量資料的話 通常也會用POSE 用GET 因為它是一個UI的參數 你很少應該看到會傳 可是不會傳一大堆吧 所以如果說你那個資料太多的時候 要從這個網頁傳遞給下一個網頁的話 如果資料量大的 跟隱私比較高的 一定都會用POSE 大概就是這樣的觀念 無論哪一本書 我印象中好像講的都差不了多少 其實因為PHP有教過 JSP我也教過 ASP我也教過 ASP我也教過 好像我全部都教過了 教的邀訊好像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把這一套 換到另外一個環境裡面 也是一樣 範例改一下也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彈性的 去學點別的 反正以後人家問你說 動態網頁 你會 會不會哪一套 你說都會 反正都一樣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可以出類旁通 不要說拘泥一種東西 OK 那我們今天 原則上就先幫各位開個頭 所以PHP部分請各位回家 就自行先看一下雲端的東西 然後影片的話 我會再轉檔 到時候會先寄給大家 前兩次因為還在家退選 所以可能我不會建一個論壇 之後會建一個論壇 把影片放到裡面 那個論壇是不公開的 然後大概就是流程這樣 我們的進度就是會先PHP 再來就是APP 然後APP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把前面的畫面改成APP 然後兩邊當然就可以相溝通了 就這麼簡單 如果這樣的流程 不知道各位沒有問題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反正就想想看 我們原則上最後一週 需要給一點成果 先講嘛 不然的話太晚講 我怕你們不要擔心 反正因為這種東西 其實你就把它當成一種樂趣 其實享受這種設計的快樂 這樣至少我覺得 這個未來的世界裡面 這個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任何地方好像都會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無論你將來在職場上表現 或是你將來要創業 其實這都可以用的 派得上用場的 OK 今天先到這裡 好